你昨天跟沈娟怎么 沈娟 我们不是KTV吗 怎么会有沈娟啊 你不记得了 昨天晚上全乱套了 昨天晚上你和顾夏喝多了 然后我照顾她的时候 你就不见了 最后是沈娟把你送回来的 沈娟 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沈娟 你快点拉你去 喝多了 你全忘了 你昨天喝多了 给沈娟打视频电话 她还帮你骂她呢 我什么时候帮她了 就说了两句吧 沈娟 沈娟 是不是啊 你等着啊 给你点一手算什么男人 你算什么男人 我要点 我要点 还有我那个是对事不对人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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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上场 重点是 你俩最后到底去哪儿了 沈娟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想你啊 她昨天送我回来以后 说了什么话 或者是脸色是什么样的 昨天太黑了我也没看见 你真的全都不记得了 我得去上课了 风靡水在这儿 你们记得喝啊 哦 林玉京 好帅 好帅 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呀 见面连哥都不叫了是吧 哥 乃真风把您给刮来了呀 上回你把信息说考上普大了 后来就没信了 怎么的回来也不说一声 这不是复大律师太忙了 没机会说呀 哪儿那么多借口啊 我就在附近见个客户 就顺便来看看你吧 哥 这世界上不是只有 橙子这一种水果的 吃吧你就 干嘛呀 别动 突然粘上点东西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 我不是说了一会儿见客户吗 没空 那我可以进来 拜拜 你给我回来 奇奇怪怪 喂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头呢 不太方便说话了 我先挂了啊 回头说 回头 走 挺巧的 不巧啊 我本来就是来找你的 走 解酒了 谢了 听小蘑菇说 昨天你送我回来的 我没干什么出阁的事吧 好像断片了 有点想不起来 你昨天晚上 对我动手呢 不可能我没打你啊 哦 酒量差吧 就少喝点酒 影响机 我还有事我先走 下次赌好点啊 好 这家真毒素啊 你怎么发现这儿的啊 我们俩有个高中同学 叫王益阳 他喜欢拍短视频什么的 有的时候拍拍美食餐店 我看他发过这家店 就想带你们来尝尝 这么有意思啊 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吗 嗯 他成绩一般没考上 不过跟我们在一个大学成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呀 不过话说回来 我好像就听你提过神圈啊 顾湘也没提过呀 林玉京 你别拿我挡枪 我跟他们的关系 能跟你跟他们的关系一样吗 那肯定是不一样 林玉京 难道她有女朋友了 她没有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女朋友啊 我可是听说 这追神圈的女生 已经从宿舍门口 排到了学校门口 要是真有一天 人家找女朋友了 你可不要后悔啊 也不知道 这神圈的理想型 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喜欢这件事吧 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小蘑菇吃你的饭吧 别瞎操心了啊 你们说 这沈俊 如果有一天谈女朋友了 她会不会整天刷屏秀恩爱啊 她不会 她 她 她不是那样的人 小蘑菇只是举个例子 现在问题的主体是 如果沈俊有一天谈恋爱 你会不会不开心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呀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她要是有一天谈恋爱了 我买两挂五百相的鞭炮 给她庆祝 这个人你说的 我们俩都看着呢 看着她 她不太想哭了 她不太想哭了 她不能够 了 我说 她不太想念 在吗 同桌 问你个问题 你有没有理想型啊 怎么了 谁招惹你啊 苏南 问你个问题啊 假如 一个女生昨天说不喜欢你 然后刚才又问你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这什么意思 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纠结啊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跟麻花一样 要是不喜欢 直接说不喜欢呗 对吧 但是啊 也不一定 要是她真不喜欢你的话 她就不会问你理想型了 那女孩要是真喜欢你 她也有可能是摸不开面子 故意嘴硬 对吧 对吧 对吧